周先生的车子是一辆雷克萨斯ES2007月17号刚提的 新车指导价30万左右 成交价不到20万 他说因为新车有味道 夫妻俩出门的时候开着车窗 当时车就停在了杭州本音西路上的宋江村公交车站 就想看一下导航 停了没几秒 就反正然后突然一只金毛扑了过来 扑到我们车子这边 周先生当时没有拍照片 他说那只金毛有七八十斤 当时就趴在了副驾驶室的车门上 狗的主人是一位70岁左右的大爷 周先生说后来大爷把狗拉了回去 他下车查看 发现右前门油漆 车门装饰条有划痕 车内饰板上方也有划痕 还有两个被狗抓破的小孔 后面他就想直接走 我们说让他不要走 我们就反正当场就报警 经过民警协商 大爷愿意协商处理 让周先生第二天下午一点联系他 他说让我直接到这个雷克萨斯4S店里来 找一位姓姜的师傅 他联系的 对他联系的都是 第二天下午 周先生把车开到了天目山路上的 雷克萨斯林志4S店 这家4S店也是周先生买车的地方 你要是能修复的话 就给我们修复掉好了 对吧 我们也不想换 因为是刚起了第二天的新车 然后他就 反正他说 外面这边就是有划痕的地方 都给我们抛光了 然后这里面这个条子这边有划痕 他说就是弄不了 只能更换 然后这里面那个内饰的话 也只能更换 大概多少钱 更换的话 这里面是要12000的样子 然后这个条子是要819 周先生说 江师傅报价以后 联系上了那位大爷 最终定的这个价格是6300 他也同意了 对对对 协商好一人承担一半费用以后 周先生的妻子录了音 过了6点钟 钱没有到账 周先生又联系了对方 他反正就说没钱没钱 反正就说 后面再打 反正就后面又挂掉了 后面再打 后面再打 他就拉黑了已经 记者联系那位大爷 电话无人接听 记者找来了 SAS店的江师傅 江师傅说 联系他的是那位大爷的弟弟 应该是我们这里 一个集团里面的人 这个12000多 就是这个版 这个版它是没有单独一个换的 就只能整个版 门市版都换 对这个12000多 然后这个条子是800多 配件全国都统一的 就是只要设定 都是这个价格 记者提出 能否让江师傅联系 大爷的弟弟 从中帮忙调解 这个电话 我觉得应该属于个人隐私 如果他除非他同意的情况下 我可以给他 那你问一下他 你先为当场问一下 就是记者在 能不能帮忙先调一下 车主今天又来了一趟 然后呢 好像跟你们的那个客户 好像联系不上啊 找他 对 他找个问题 他们记者也过来 能不能互通一下 啊 就是很啊 行行行 能不能互通员 好 他 他怎么说 好好好 他怎么说 他说 那我们不用管 他会处理的 他没有处理 江师傅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 发给了大爷的弟弟 记者也给那位大爷发了短信 表示想要了解具体情况 截至发稿 大爷没有回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